看看這個奇想家 不過這樣…不是奇想家是武風 三旁城就是米蘭機場 米蘭機場 因為米蘭機場武風也騎過 上一場結難貝是武風的 好了,紅旗一揮 今季的日本短途馬錦標 將會參戰馬入閘了 好,千二米的一級賽 日本兩項短途一級賽的其中一項 日本秋季的第一項一級賽 第五十三屆 高多芬馬房可以倒壯 八號的倫敦塔 香港的大延門 上街鐵柱城針贏 還是二號馬可以扶子製霸 龍王爺沿道野田重擊 才是騰襲禍巷 剛才說隔了二十多年 大樹快車 好了,開始入閘了 看到特色星雲 那些單數碼應該都是先進去 唐吉快跑 嬌花套艷 在外檔來的 好,中間的民族服裝 馬國之癲 魔族閃艷 曲調夫子 這些單數號報的碼都進去 好了,接著到雙數 寬快時刻 大門倫敦塔是八號 四號是瑋蘭機場 入了,接著還有內蕩 野田重擊 中間是此字奪標 都入了 好,剩下最後就是你了 十六號這批大外蕩的馬 奇想家 好,奇想家 好,2019年的日本暖途馬錦標 入了集,準備起步 好,準備 一起步的時候 出得都算齊齊 前面快點在中檔 魔族閃艷速度是最快的 接著出來的馬有愛情之戰 外檔那邊有嬌花套艷 還有馬國之癲 大外檔埋近來就是奇想家 賣蘭那邊有特色星雲 然後有馬民族服裝 曲調夫子 後一點點位置就是野田重擊 在內檔的位置 接著外檔還有大名飛子 熱門的倫吞塔大約去到第十位過後 不過都跟到主馬群 因為在成兩個多馬位 才見到還有米蘭機場 拍著它 還有外面的始至奪錶 然後神將巴魯、唐吉快跑 暫時電後寬快時刻 入彎的時候 前面單騎領放是魔族閃艷 接著其騎想家 外碟的曲調夫子捉著都走上來了 然後馬踏出去 倫吞塔要挾位 內檔那邊是馬國之癲 入彎後 前面戴頭還在魔族閃艷 追著它咬著不放曲調夫子 後面撒上來的馬就是倫敦塔 外面上來是野田重擊 最後百多米前面的魔族閃艷 以及曲調夫子有點轉弱 追著它倫敦閃衝上來很厲害 愛當上來野田重擊 過去第一名是倫敦塔 第二名是魔族閃艷 第三名是野田重擊 第四名才是曲調夫子 結果還是它贏倫敦塔 這些大賽真的沒有失拖 一衝而過 不過也很穩定 此難實意 贏了今屆的短途錦標 第二名 魔族閃艷也跑得好 野田重擊也厲害了 轉到位 不過也遲了 人家走順了 野田重擊大家要拍一下 其實他又跟著倫敦塔 蹲得慢了 人家走順了 轉彎擺一隻 這個慢的個性就是這樣 你要給他時間蹲 魔族閃艷也是捱 應該是捱不捱到 魔族閃艷有機會第二 野田重擊很厲害 最後幾步 大聲波族閃艷就搞窩中 曲調夫子 對 看第四名 一直被他過不了 這部 野田重擊 這幾步才踏上來 其實才穿 現在才穿 大遲了 沒用了 追不到了 太遲了 第二也沒有份 人家先發制人 先發力了 你後追 今天的跑道是略略離放 你就難跑一點 連唐吉快跑也又湧上來 他永遠是4-6名 很準的 所以他經常退役 你差點獎金也好 這些位置都很和美 現在有 美南機場衝上去一般 九號不行了 升班上來 民族服裝差點 我打算有些機器 曲調夫子 追一隻 追劇都過不了 接著多兩隻上來 暈倒 魔族閃耳跑得好 從藥風馬都差點 他真的一招 貼難放